5月4日的Philip Channel 大家好,歡迎收看5月4日的Philip Channel 我是輝立助理聯席董事Henry 今天講講五窮六絕之下的資產配置策略 踏入五窮月,港股轉弱 這三天恆生指數跌超過千點 難道五窮六絕的魔咒真是無可避免? 其實過去幾十年,無論五月還是六月 恆生指數按月上升其實都是比下跌的稍為多 所以五窮六絕這個策略在投資方面未必可以用得著 可能其實只是因為五月和六月沒有大假期 加上學生期考,消費指導比較弱 再加上恆生指數五至六月 通常都有大概2-2%的股息除淨 就像這兩個月一樣,就會有400點的循正 所以大家感覺上五月和六月大市就會相對較弱 今年又如何呢? 大家見到美國聯儲局的官員的加息言論 其實都是很溫和的 市場預期聯儲局,今年最多只會加息兩次 美元就受壓,美匯指數其實由高位都跌了7% 道指其實就升上去近18000點水平 黃金又升上去13000美金水平 油價仍然都在四十幾元就徘徊,還未肯跌下去 受到商品市場帶動,你見到資金 這幾個月都流入了新興市場 拉丁美洲、歐非中東、亞洲等的新興市場 其實它的股匯由二月底大幅回升 以現時油金股匯的走勢來看 這幾天就像回吐,多過一次轉勢 至於恒生指數方面 恒指就由二月的低位大約是18300點 升到最高21600點 大概升到3300點左右 升勢都比較急的 所以回吐回黃金比率大概是0.302 就會跌回到20300至20400點 約莫是50天線,相信在50天線會有支持 市場焦點仍然是今個月究竟會否公佈深廣通 加上現在恒指14天的相對強弱指數只有37 看來5月就不如看得太淡 至於6月有英國脫勾公投 美國亦有可能在6月加息 再加上石油輸出國組織 亦都會在6月再開會 所以不明朗的因素就比較多 市場的波動都難免會大一些 看回最近的經濟數據 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數據其實都不差 兩大經濟體系的就業、通脹 和經濟增長數據可否持續改善呢 就會主導了中長線的股市方向 不過要強調的就是 長線的投資就不應該受短期的樂觀或者悲觀情緒影響 亦都不應該受短期的市場氣氛影響 所以其實現在的過人資產配置就有以下的建議 看回圖 資產配置我們都是指在分散風險 投資組合可以加上黃金 對沖環球的股市風險 另外亦都可以保留部分現金 作日後的部署 所以個人資產配置可以考慮 10%黃金、25%現金 65%就是高息的美股或者港股 請謹記 長線投資的成效其實是取決於投資策略和紀律 穩定的股息可以舒緩恐慌情緒 就是有利之後的投資的決定 再看看高息的港股例子 你可以看到盡量我們可以選一些 市盈率可能是10倍以下 市帳率可能是1.5倍以下 息率就是5%以上 這幾隻都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股息率一定是要選擇 不算特別股息 亦都要是過去幾年 派息是很穩定的 才可以計算的 至於黃金方面 2840這隻ETF 可以作為黃金的一個參考 今天到這裡 多謝大家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 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 本人孫慶輝為證監會持牌人 截至本評論發表日子 本人和有聯繫者 並沒有持有全部提及的證券 的相關財務權益